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回复记忆 秦小姐 你是不是又走错房间了 没有走错 就是这儿 不只有钱吗 你以为只有你有钱吗 本小姐 我也有 还给你 喂 你 你喝了多少酒 怕我这边来 没有多少 你给我的 还给你 喂 故事都已经大结局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不认识 陈仙的人少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记得我 喂喂喂 你别吐我身上我跟你说 还是你失忆了 电视剧都这么演的 你一定是失忆了 所以才忘记我的 我想到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回复记忆 什么呀 哟 骗你 还不认识了没 连司剧都这样也 快 啊 稀起来稀 稀起来 稀不起来吗 你别打我了啊 哇 哇 哇 借起来了没 刁民啊 是哪个刁民 居然敢朝本小姐睡觉 是人民警察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个先生包的警 说你伤人 你尝试自己的罪行吗 冤枉啊 你看我这么弱小可怜 怎么可能伤得了他 他一定是在装无辜 诬陷我 他说你打伤了他的头 我绝对没有碰他 也可能碰了一下 就轻轻抽了一下 现在证据血糟了 你还想狡辩吗 我是稍微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 就轻轻的 不可能伤身这样 警察大哥 我打他的头 是在帮他恢复记忆 江总之 听见了吧 他承认了他打我了 你好点了吗 有没有记起点是吧 我记起来了 我就记下你打我的 江总之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联系我的律师 告他恶意伤人了 居然玩真的 你有本事就告我啊 别以为只有你懂法律 警察大哥 我要告他 他就是个彻头彻尾欺骗良家 妇女的欺骗犯 行啊 那我现在加告你一条废报 那我也要告你 告你 你别这么告你 够了 够了 这里是你们小情侣打停骂俏的地方吗 警察大哥 能解释吗 你 过来 年轻人就是太冲动了 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互相的体谅 遇到问题要一起解决它 俗话说得好 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婚姻啊就是要平平淡淡 才能细水长流 平淡才能长远 细水呢才能长流嘛 行 行 我不告他可以了吧 哎 这就对了嘛 男人就应该大度一遍 啊 我告诉你吧 单亲家庭的孩子多半上 心里多有一些问题 最后你顾得着自己 也要顾得着孩子 对不对 这件事啊 不能大意不能轻易地谈离婚 嗯 好行 我不告诉他了吧 不过我要他录一个视频 他要承诺从今以后再也不犯 我才不录 陈志 起来 打人就是你的不对 家暴不分男和女 关键是暴力也解决不了啥问题 是不是 还会激发你们之间的矛盾 这矛盾时间长不解决 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对不对 到时候怎么解决 所以啊 这件事千万不能 好行了 纹路 本人保证 从即日起 不再以任何方式威胁逼迫诱惑负责医 做任何他不愿意做的事 如有违背 我就遭天前 你看够了没有 干什么 你还想再进去一次 再进去 我也不会放过你 大不了 就一起在受警察叔叔爱的教育 你觉得我不起诉 你是因为放过你了吗 就凭我这伤势起诉 你也顶多就是个迷失教练 但是我手上有这个视频 艾哲酒店老板打人 就是不真的叙事 你说这个视频曝光之后 艾哲的试纸会掉多少啊 还有 你是假装的 对啊 我是假装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劝你 以后也不要过来招惹我 傅泽医 你欺骗我感情 还威胁我 你这样算计我 今晚会做噩梦的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有人专门为了听我的音乐 去看了这个电影 那 你为我写一首歌吧 我想用一首你完整的曲子 你今天就有什么想认识吗 你也听不懂 你不相信啊 然后我没想acional 我听过我的衣服 我让他发现不 أنا 我现在认识到我 你不相信 我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準時我 我看门没关 我就自己进来了 你过来干什么呀 我是来谢谢你的 谢我 谢我什么呀 你们艾哲难怪会到现在这个状态 堂堂总经理您个话都说不清楚 我谢谢你放过艾哲 所以今天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生气 什么意思 喂 怎么了 副总 撤销艾哲债务的声明书 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 请公布 等一下 什么声明书 撤销艾哲债务 我叫你做的 对 你刚刚想问我什么 这人怎么突然走了 我说错什么了吗 礼物 谢谢人该带礼物 对 来 为什么我醒来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窗户被打开了 我终于回来了 我终于回来了 静小姐 静小姐 鉴于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想了一下我们也算是朋友 既然这样 我决定不再追究艾哲酒店的债务 泽医 好久不见 灵不是已经被我抹除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你是不是回来了 好久不见 静小姐 等会 再来 你会 来 有点 背围 喔 不用她 谢谢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老莫 我决定接受治疗 抹杀掉你 怎么这么突然呢 这些年你们不是相而无事吗 况且林她是你的 她已经产生私欲了 她打破了约定好的一人一天的规则 她五天五夜不眠不休 强行占有我的身体 就是为了那个女人 我不能睡 睡着后就会换成负责衣了 这一次只是没有遵守一人一天的约定 不过到下次 说不定消失的人就是我 最近欧洲侦探都在找你 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吗 我可以帮你抹杀林 但是需要三个月 三个流程 这个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 他要消失三个月 你有做好准备吗 你放心 这三个月不会有人转 零又出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女人 我们要想新的办法了 我们下个月 我太阳祸了 还有五次 我太阳祸了 歇道 这次行了